回來升旗易得道 第四節的升旗易得道 大家記得按like 按廣告 我們的忠實支持者 都會一照做的 有一次 是馬仔告訴你嗎 他說他坐的士 的士司機有聽我的節目 要跟我說不是每個的士都那麼壞 我也知道 其實我們也會說每一個都是這樣 不過大部分都是這樣 尤其是香港的士司機 我們是有很多黑的士是真的 當然不是所有司機都是黑的 也有很多好的司機 他也說錯不完的 九龍的士也不見得很好的 你試一下四五點 五六點的時候 你問他過不過海 他也很傻啊 有一些經驗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海底隧道在四十幾年 大家是不會過海的 這些士司機很多是不會過海的 不會不會 不會過海 類似的 類似的 類似的類似的 我們之前搭的士 在香港上車就過去尖沙咀 他說我不懂路啊 我是香港車來的 然後 一去到佐敦道 到時轉進去 那條叫什麼舊野街 我一時間也升不起 總之那些很QK的路 國士道 屌你路沒有 懂國士道你不懂 然後我即時罵他 國士道那麼糟糕 你也懂得 州又來 國士道而另一代 國士道和柯士天道 他以為おい你上車了嘛 不介意向你披露 其實我是懂路的 他以為拒載的時候怕你放蛇嘛 警察 不說我不會路嘛 國士道不是每個人都會走的 你一定走開久了 才會國士道 你才懂國士道的 他會國士道轉撞上柯士天道 有好人有壞人 現在也有很多壞人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網友是駕駛的 很多行業都有的 不是說你全部都是壞人 可能有很多壞人 第四節我們也是說股市問題 跟進一些坑殺股民的股票 其實香港是有很多股票坑殺股民 因為香港有一套莊家特別玩法 叫向下炒 很多股民不明白為甚麼向下炒 還有跌到一仙 是不是大時代還是甚麼 跟進一仙 讓他不能翻身 一仙就不能翻身 一仙就一跌了 你每天跌到一仙就沒事跌完 跌到一仙的股票可以再合 可以1777股合一股 這個很出名 合完之後 拿著10萬股 只剩下多少股 只剩下50幾股 只剩下50幾股 你那裏變成碎股 變成長子 真的長子來的 所以 香港這個其實是 全世界獨有的 我覺得是 因為我應該不容許這樣做 香港的故事比較奇怪 簡單一點說如何向下炒 總之不低於帳面值就可以了 那個share 但那個帳面值是很低的 最低的 0.01 最低的帳面是1仙 上市IPO的時候是怎麼定的 成立的時候有個帳面值 香港的股票怎麼可以向下炒呢 通常那些股票 它就是 現在5毫子 一路跌跌到4毫半 再跌跌到4毫 然後3毫半 3毫半 跌下去它附身加縮水 你附身加縮水 他不下 因為他一跌到差不多的時候 他就發新股 發給自己 但是呢 發新的時候 你們的股票是未有得買的 你還沒除淨那天 你是未有新股的 他就先沽了他們的貨 扔了出來 然後他到時低價的時候 他的股票倒了手了 他就又來過了 所以 你外面的小股民 是以為覺得 不怕啦 沒得再跌了 跌到一些豪靈子 這股票是可以再跌的 藍醜就不會再跌 可能 來來去去 只是八毫子而已 不是呀 現在有一隻跟八毫子差不多 哪隻 施折環球 那一隻沒辦法啦 一百多元跌下來 一百多元跌下來的 現在穿了兩元的 通常都不會 這樣多數都不會嘛 便宜一點 遲些過兩年又會升的 以前是這樣調校的嘛 是的 如果你用在細價股 你真的死定了 死二十次也不夠 其實最近 剛剛星期二 是嗎 星期二 因為我們星期一 我們做了節目 星期二突然暴跌 所以就要做特備 其實之前有鮮少 齊亞哥已經揭露了 在中秋的時候 已經覺得這隻股票 overvalue也很厲害 炒到 20多億市值 是不值這個價格的 當時是兩豪多次的 確實很多白仔都是這樣 炒到 那隻是甚麼翠魚BB 兩百多億市值 比TVB還要大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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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誇張 主席叫蕭靜一 本身有兩個主席 一個有兩個是聯席主席 本身有兩個主席 那麼突然間 就有一個辭職 為什麼辭職呢 Johnny 你說說 不是 那不是原因來的 其實在探討的時間 齊亞哥節目也有說 他們的季度報告 那個年報出了之後 核掃師 表示是一個 保留意見 緊接著 兩個月 這個聯席 的董事就辭職了 聯席主席 辭職 聯席主席辭職 有點像所謂的叫跳船 不知道是不是 那就是跳船 因為 核掃師就認為你盤帳有問題 才不肯保留意見 因為他很多數是不知道收不收回 因為我要揹的嘛 我幫你簽了下去 我要揹的 核掃師說得有保留意見 對你很有保留 因為他那裏的說法就是 這些錢 應收未收根本就不知道你收不收回 不可以入帳 你不可能入帳的 即是你是不是都入帳才說 今年賺錢 這樣就不行的嘛 當然啦 核掃師有專業的意見 亦都要負上一個法律責任 所以核掃師就要先跳船 所以核掃師就要先跳船 這個聯席主席 李女士 李女士就像胡錦紹的太太 好像是 胡錦紹有誰呢 就是這家公司 現在帳面上 的最大股東 另一家上市公司 另一家叫8088匯友資本 現在是匯友科技 不知為甚麼都是科技的 很多生物科技 那家匯友科技 就拿了20%的8078 主席就是他的太太 李女士就跟蕭定壹 做聯合主席 就像某個堂口一樣 有兩個座管一樣 然後就已經離開了 有一個座管就不做了 現在變成獨大 由蕭定壹做了 我們用一個 比較不好的角度就覺得 出事禮根公司 我們那星期二也分析過 始終這盤生意 沒有辦法 承受到 根本做不下去 因為本身 買影碟就是一個 夕陽行業 大家記不記得金絲影帶 現在是20年前 20年前 當時就買了那些 錄影帶套票 我想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麼回事 以前我們小時候 我們有去那些 影帶公司買的套票 幾百元 600元只有30張 20元一張 你可以租影帶回家 我好像有幾十張 我也有的 後來用完就沒有再買了 不是 我是用不完的 你收拾了我也用不完 我用了幾十張 這個是上世紀的事 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跟HMV在做的事很相似 因為現在網絡世代 很多東西都不用在HMV買 全部都可以下載 全部都不用 買那隻 硬碟回家 所以 他的生意自然不好 但是HMV有個很大的問題 他們租的店舖全部都是很巨型 還有很漂亮的位置 中環萬年大廈 還有銅鑼灣 那個 珠城大廈 也是非常漂亮的位置 得福也不錯 得福也很漂亮的 全部都是漂亮的 但是你的生意又 蓋不到 支持不了 支持不了你的租金 其實是很久的 應該也很久的 因為 其實是2015年開始的零售市 就走下坡 是被網購全面打死 坦白說 2015年之後的公司 根本就不可能有錢 賺 根本不夠交租的 我不相信任何一間店舖 可以交租的 不可能 除非做貸款 利息是去到9厘的 你做生意 3千萬 看我公告 怎麼賺 很難賺的 你的生意 你想想要怎麼付 3千萬付200多萬利息 可能救命錢 要貴一點 問題就是 這間公司的財政 狀況就不是很穩健 所以才會給那麼高利息借錢 所以就這樣訂 當時我們做過特比 分析 有機會發生兩件事 第一就是被人斬倉 應該股份壓在人家裏 就被人斬倉 扔散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向下炒 派貨 現在撿到三千多 因為 豪幾指的時候沒有人買的 一天都可能是10萬20萬成交 但是突然跌了八成 博反彈 當日很多人會博反彈 很多人會買的 博反彈 當日問我三千多的時候 我便說 跌穿兩千就有一塊 這些位置當然不是 一定跌穿兩千的 所以 當日我猜有部份人 買了博反彈的三千多 這叫接火棒 不是接火棒 他不是托高利派的 他是接刀 在上面飛了一塊刀下來 你有沒有看過有人搭鵬 你逃手接 你有沒有看過有人搭鵬 那些鵬人呢 會整顆粥向下扔 真的可以逃手接著那顆粥的 如果沒有受過訓練 你應該會被那顆東西扔死 就算扔不死也會聰明 但是下面那些當然要 專業訓練 但是接那顆東西 跟那把刀不同 因為那把刀 你不知道它是什麼方向下來 你用手去接 通常插穿你的手的機會 比你接十把刀的 插穿你的頭 但是你如果要接十把刀的機會很小 所以我說千萬不要接 那果然 星期二跌到 最後好像2000收市 上午三千多下就跌到2000收市 然後 星期三 再跌最低1,4 今天出現反彈 昨天收1,5 星期三收市收1,5 今天出現反彈 強力反彈 升到13% 收1,7 反彈十幾% 如果你在最低位撈倒 最低1,3 不知道先3還是先4 你還要放得快 你不知道接著會發生什麼事 真的會有人跟著 原本只要跌到2億 對呀有人跟著 如果視小股民的角度看 很便宜 對呀 但是呢 比較便宜 這個人要聽多些網台 我經常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節目講了很久了 千萬不要被這個字害死 這個字會害死人 叫底 越底的東西越不能買 股票千萬不要買底買的東西 就算 買波也是 波 底買的那份是輸夠硬的 千萬不要買底那份 因為莊家可以開盤出來 沒有可能是給你底那份 是引你下去買 所以呢 這隻東西 當時我們也判斷他有兩個可能 斬倉 一是向下炒 那麼我們今天 就有個業內人士跟我們說 他說 是他們自己訂的 其實我也是充滿疑問的 因為你傾向覺得不是的 我昨天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他搭這個雞棚超過三年 你知不知道打成交 維持住在幾十億市值呢 要花很多錢 丟了那麼多錢 你要買來買去 買來買去 買來買去 這隻貨是被人收乾的 這隻貨絕對被人收乾的 這隻貨絕對被人收乾的 這隻貨絕對是要派財的 人家估你要接的 要不就倒下來 所以他要用錢頂的 而用錢頂之餘 是收到很乾的 我猜收到95%左右 這是貨源歸邊 貨源歸邊 所以 在幾十億市值維持了三年 昨天我說那個人很想上來說 我說你的聲音要經過處理才能說得 所有人都認得他的聲音 是紅野的嘛 是不是紅野 還是YY 他跟我說 他們說這隻貨物 是他們自己訂的 因為 他們那邊等錢小 不夠錢 唯有自己訂購 自己訂購博士閃門買完之後 再套一些現金 一會兒 希望再供育 我昨天也說了 你怎麼都能留一點 你真的有一億多成交 我想他有機會 一億半成交他拿回一億 但是 我當時不信 有一個業內人士 接近那些 做開這些的人 他就說 是他們自己訂的 他就說 他們之前找人想 幫他們散貨 但是沒有人肯做 最後 他們聽回來啦 當然也聽回來啦 我們不是業界人士 有些朋友 這樣說而已 他就說 他到時 反而向下炒 很正常啦 然後 到時又十合一 跌到下一線 然後十合一 然後再跌 再跌的時候 就很容易收了 因為外面的貨源已經被化了 外面 100%貨 給他十合一之後 只剩下10% 一旦就化了你了 還有很多人會斬倉 那這樣跌的話 不行啊 扔吧 他就收回你的貨 很容易收回你的貨 這東西 我都覺得 跟大家說 其實有聽我的節目也不會碰 不要買 說真的買你的書面很高 因為別人是看著你來吃的嘛 是不是 沒理由 自己立於危場之下 如果你要買這隻 我建議你 去澳門 一口角買 對紙 又對紙 對呀 買了一期買對紙 對紙十一倍嘛 因為你還得了輸功啊 你不如倆買對紙 是不是 所以你是老虎機 拉了老虎機 不要這樣 如果你有閒錢的 拿去派米 做一下戰士 如果不買對紙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還有其他看法 你覺得是訂購嗎 我現在 我說不行的 其實這件事沒有問題 你是可以這樣做的嘛 可以這樣做 這個其實也不是我們抹殺他的可能性的 所以呢 昨天也說了 我們以為蕭生改邪歸正 結果 不是啦 沒有辦法 生意周主不來 你沒有辦法的 我們要不要 討論一下 他說的那句話 我覺得有些事實不符 不如下次再談